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专案报告 国民党中常会党主席朱立伦致辞完 副主席连胜文才匆匆入座 常会继续进行 不过每个人表情相当凝重 似乎因为国民党被爆出 又要脚长期对妻儿言语家暴 周团报道 今年三月 这名来人要脚在自家豪宅 对着未成年儿子辱骂羞辱 歇斯底里大后 一度还想砸手机 妻子赶紧出手阻挡 却当不住丈夫怒火 只能哭着求保全 帮通报家暴中心 而其实家暴中心跟在地警方 早多次接到通报 所属县市的社福机关 已经列入追踪 北市大家长讲万安强调 若接获通报一定按照SOP 而这位国民党要脚 还被爆出在一次家庭旅游 只因为儿子提议吃饭店换成吃小吃 就让他暴走痛骂 执情人士指出 这名丈夫是知名政治家族 女生则是出身名门望族 指出他跟儿子常受到言语暴力 要不是碍于丈夫跟自己名门身份 媒体舆论 避免孩子遭受异样眼光 遭就想离婚 但是没办法离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 既然社福团体已经包括 相关单位已经介入 进一步的做调查了解 我们就还是还给这些家庭 跟外町年子女一些隐私 不上周中常会逐利轮 才这样说 包括对儿哨的家暴 以及性侵害 国民党严正的立场 绝对绝对不容许任何 对儿哨的伤害 媒生如今爆出家暴 党内晋升 知不知情 不敢多谈 三日李贵廷这还都回到